交流会之后,蓝湛和魏英做完最后总结,再讨论关于阴帖的问题。 魏英、蓝湛,你说薛阳知道自己身上有阴帖不? 蓝湛,不知魏英,算了,我直接问薛阳就好了。 聂怀桑,这个不好吧? 魏英,有什么不好的,直接问就行了,干嘛要拐弯抹角的? 蓝湛对着魏英道,听你的魏英看着聂怀桑翻了个白眼道,聂兄呀,有些事不要想太多,再说了,现在薛阳还是孩子,直接问比较好。 蓝湛走我们去找薛阳,找到薛阳时,正在和学院其他人正在学习礼仪课。 魏英,先生,打扰了,我们找薛阳有点事。 先生,好,薛阳,有人找。 薛阳,献哥哥,旺鸡哥哥,怀桑哥哥魏英,杨阳,在这里还习惯不? 薛阳开心地说着,先生和其他人对我都挺好,在这里不用挨饿受冻,吃得好穿得好,也没有人打骂。 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 最重要的是,每天都可以吃到糖果。 魏英看着,笑着露出小虎牙的薛阳道,其实我们找你是想要你身上一件东西,我们可以拿其他东西和你换,或者你也可以提条件,只要是合理的就可以,你也可以拒绝。 薛阳,东西,什么东西,只要我有,都可以给你献哥哥。 魏英拿出其中一块阴帖给薛阳看,就是和这个一样的阴帖。 薛阳,好呀。 说着就将东西给了魏英。 魏英,杨阳,不再考虑考虑。 薛阳,不用。 魏英,这可是很多人都想要的东西啊。 薛阳,我只知道,这个就是我们家的诅咒,我们家因为它就没有人可以活过四十岁的。 但因是祖传之物,不能舍弃。 魏英,那你你怎么就给了我们? 薛阳,父亲曾经说过可以教给品行高尚有能力的人。 魏英,那你就不怕,我拿它去做坏事啊。 薛阳,献哥哥不会的。 魏英,就这么相信我。 薛阳,是的。 魏英,那你有什么要求不? 薛阳,可不可帮我找找我父母的尸骨,因为当时小,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葬在那里。 魏英,可以,现在就可以,来给一点血。 说着就拿出了风鞋盘,让薛阳在上面滴了几滴血。 这风鞋盘被魏英已经改了好几次了,这个是最新的,是各种功能齐全。 魏英,走,跟着红光指向的方向。 魏英和蓝湛带着薛阳来到一个无名善脉。 在一个无名坟头停了下来。 魏英,就是这里了。 蓝湛蓝湛,恩,就拿出旺姬琴,开始问灵。 蓝湛,辱为何? 薛父,薛是蓝湛,如可识薛阳薛父, 我而蓝湛收了旺姬琴道,是薛阳父亲。 魏英,好说着,就将通鬼符和故魂符甩出。 对着薛阳道,杨阳和你父亲聊一聊。 薛阳,父亲,薛父,阿阳,你过得好吗? 薛阳,很好。 薛父,那就好。 我儿就拜托二位了。 魏英,你就不怕我们是坏人吗? 薛父,这位公子能问出这问题,就说明你不了。 而且,你旁边的这位可是姑苏兰氏的嫡系子弟,我很放心。 那阿阳就交给二位了,来世当劫草闲还。 魏英,我会让我父亲收阳阳为弟子的。 薛父,多谢说着,就变成光点消失了。 薛阳,献哥哥,你说让你父亲收我为弟子是真的吗? 魏英,当然了,你天赋不错。 给我父亲做弟子,绰绰有余啊。 走回家了,薛阳笑了笑想着自己有又家了,谁也不可破坏他这来之不易的家。 终于五块银帖都集齐了。 众人聚在一起,商量怎么处理。 魏英,我知道怎么处理。 众人,魏英,就是天道提示我应该要怎么做。 魏瑞着急道,怎么做? 魏英,这个银帖和地府有关。 我们家的世界天道规则不完善,这个银帖和天道规则有关。 只要我把它们融合好了,我们的世界天道规则就会完善。 不仅可以让世界升级,也可以连通地府,平衡天地灵愿之气,破了修炼限制,通过雷杰杰真正的金丹。 对了,天道还提示等我将银帖处理好之后,会清算的。 你们要做好准备。 藏色哪怕自己知道魏英在哪链制还是不放心地问道,那你打算在哪链制? 魏英,乱葬岗。 众人,我们去陪你。 魏英,不用,你们忙你们的,我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完成。 不需要那么多人陪。 蓝战拉着魏英的手道,一起。 魏英,娘,你和爹还有舅舅们放心,乱葬岗可是我的地盘哦,外围我收拾得差不多了。 要知道,我练弃的好多材料都是出自乱葬岗的。 长泽,那你们要把东西准备好了,再去。 魏英,放心,蓝战会跟着去的。 你们不放心我,还能不放心蓝战吗? 乱葬岗,魏英,好长时间没有来了,先将浮墨洞收拾一下。 蓝战,奔魏英说着,就甩了几张符咒,很快浮墨洞就变得干净了,还有对着蓝战道,蓝战,看我发明的符咒不错吧,多省时省力,我是不是很厉害啊? 一脸快夸我快夸我的表情。 蓝战,嗯,一直厉害。 蓝蓝听见有动静,就从血池里面飘了出来,看见蓝战和魏英,他就说嘛,这乱葬岗可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。 而两人都没有注意到他,自顾自地聊天。 蓝蓝忍不住打断他们的话道,你们怎么来这了? 魏英惊讶道,前辈你没有修炼呀,恩前辈,你现在可以险行了呀。 蓝蓝翻了个白眼道,是呀,听见动静就出来看看情况。 毕竟一般没有人来,你们还没有告诉我,你们怎么来这了? 魏英,哦,我们把阴铁收集完了,到乱葬岗把它重新炼制一下。 蓝蓝,这个不会有危险吧? 魏英,不会,我的金丹和别人不一样。 蓝战知道,魏英的金丹和前世不一样,不是原形,而是鸡蛋状。 丹田内灵气和怨气经未分明,怨气将金丹包裹在其中,又不对灵气的运行产生影响。 虽然这些年没有刻意去吸收怨气,但是怨气却自行在他的丹田里聚集,竟是不比灵气少。 那些怨气就像刻在灵魂上一样,魏英心大看对自己没有危害,也就没有深究,为什么自己会有,而别人没有。 还有有时沾沾自喜地对蓝战说自己就天赋异禀。 其实蓝战知道这是上两世因为鹰虎符沾染的。 蓝义,只要对你没有危害就好,那我就继续修炼了,你们忙自己的。 说着就回到血池里面去了。 魏英,走在洞里练制,你先在旁边的竹楼休息吧,不用一直在这陪我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练制好。 蓝战,没事,一会再去,先陪你。 魏英,好吧,说着就找好地方开始练制了。 现在的乱葬岗可不是以前的乱葬岗了,因为现在魏英的伏咒阵法超出现在仙门百家很多。 再加上仪陵乱葬岗属于学院管理,所以现在乱葬岗咒墙每次都是魏英加固的。 也只有魏英或者魏英带领下才可以自由出入乱葬岗。 因为魏英会到乱葬岗修炼,而蓝战一直是魏英在哪,他就在哪。 魏英不想蓝战在乱葬岗委屈,就给他在伏魔洞的旁边建了一个三层高的竹楼。 竹楼后面种下一大片勺药,花开时繁花似锦。 只是乱葬岗到底不合适韶药的生长,用了很多阵法,连土都是他特意从别处挖来的。 精心呵护了几年,才有了现在这般光景。 还在竹楼旁边种了一棵和蓝室藏书阁旁边一样的玉兰花树,现在也长高了。 竹楼里面的也按照镜室里面的摆设布置的。 每次卫英在伏魔洞修炼,蓝战就在竹楼里面等卫英。 这次也一样。 蓝战看着卫英开始炼制,就在旁边待着,时间就在卫英炼制中悄然而逝。 发现卫英短时间不能炼制好,就出去给卫英准备吃的去了。 虽然卫英已闭股,但卫英喜欢吃,蓝战也乐意给他做。 每次修炼完,蓝战都会给他提前做好吃的。 这次也不例外。 这天蓝战就听见卫英叫他赶紧进去看怎么回事。 卫英,蓝战快给我你几滴血。 蓝战二话不说,就用碧尘在手上画了一道口子,流出血来。 卫英飞快地收了几滴,直接递在他正在练的一对虎符中的一个。